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有蔡博士教育健康的专家 她在这里会和我们讲到 关于生起点的一种生活方式 蔡博士你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到 如何从一个普通的生活 而改变成一个生起点的健康生活 你先介绍一下生起点的原则 好 生起点其实就是 在华外伦斯姆一本书里 已经提到自然疗法 到了1978年 在美国的北加州 威马的地方 将这八大健康原则 归纳成一个叫New Start 就是英文字母 N E W S T A R T 这个就是生起点 这八大原则是包括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N 代表营养 营养真的影响健康很大的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饮食营养是影响疾病 预防疾病可以百分之三十那么高 所以要懂得饮懂得吃 然后E就是运动 要活就要动 所以我们要提倡运动 W就是水分 要活的时候 生命之缘 这个水对健康很重要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充足的水分 这个水分是说到无色无美的水分 S就是阳光 原来阳光里面有很多营养素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维他命D 那维他命D可以帮助我们 是健齿强身 就是脚脚 脚脚 也是 美容方面 如果是适量的 来有紫外线 可以帮助我们 在皮肤上面 这个抵抗力可以增强 那在阳光之后 就是 折制 Temperance 是 这个折制的时候 不是好像我们以前 中庸之道 是吧 喝酒喝少少少 吃饮食少少 有很多东西 折制方面就是说 对我们身体好的 都要中庸折制 不好的 就完全要断绝 是 所以在这个折制里面 我们就说 烟 酒 毒 甚至食物 甚至工作 都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是 到这个 air 就是空气 在空气里面我们的节目也提到 我们希望在室内室外也有很多负离子的空气 这些负离子的空气就是有流水的地方有青青绿绿的地方 那我们就可以有很多这些负离子来增强身体的健康 那破坏健康的就是那些正离子的了 就是正是响雷不下雨 吹风沙空气污染 人们吃烟 汽车的死气 电等等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环境 在这个空气之后就到休息了 人是需要休息的 其实上帝做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休息比做工的时候更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休息的时候 每天每天应该有七到八个小时的睡眠 这个所谓休息等于睡眠加上修补 所以这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身体是为我们自动的修补破坏了细胞 帮助我们的新陳代謝 可以在身体里面运作得更好 所以我们每周一日的安息日就是和上帝亲近的日子 和人亲近的日子 和大自然亲近的日子 那个休息不仅是身体肉体上的休息 是的 精神上的休息 没错 除了精神上的休息之外 还可以吸收很多精神上的养分 所以这个安息日是一个很重要的 每个人其实都需要的 然后有做工的人应该每年最少有一到两个礼拜 是 因为我们需要不可以一年到一刻做做做做做做 我们不是牛来的 嗯 我们是人来的 嗯 其实牛我也想到 牛也有清闲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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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也有逍遥的日子 不是 所以我小时候很敬佩牛郎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新界大埔长大 我们新界大埔以前 都有人真的有耕田 耕田的时候有牛 牛多数是水牛 很少是黄牛 但也有黄牛有水牛 如果你有牛的时候 你要带牠出去吃草 看到鄰居的男孩子 坐着牛背去放牛吃草 我们很羡慕 其实那些牛也不是真的 日做夜做夜 只不过是形容词而已 做牛做马 对 好像那些很惨 其实那些也有消闲的日子 好像你所说 这个大原则 这个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前面的七个有齐了 你没有了第八个的时候 这个不可以作为一个 完善的新起点的生活 最后那个是T 是Trust 信靠 或者信靠上帝 或者信人 我经常想起这个原则的时候 就算去到我们祖国 我去讲学 我去做工的时候 我这个原则我也说的 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就信靠我的上帝 是 人的力量是有限 但是神的力量是无限 是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 我们所信的上帝 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可 还有 无所不能 是 无所不在 是 这个全能的神的时候 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他真的会来 帮助照顾 是 因为 他是很爱我们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说得很清楚 信得爱世人 是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刺激贪亡 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眉望 凡得容生 是 所以这个很重要 是 信得爱我们 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给我 是 为我这个罪人 是 他有什么不给我 是 所以这个原则 是我一个很大的希望 是 也有很大的安慰 所以有时候 你身体各样都很好 但是你缺乏一个信念 一个倚靠 一个希望的时候 前面那些什么都是假的 没错 你的精神上 你没有一个倚靠的时候 是 只是有强壮的身体 也没用的 是 强壮的身体 不是好像一条牛 是不是有什么分别 所以现在很多人 就是 生活很富庶 甚至吃很多营养品 但是 仍然会悠闻症 仍然会看不开 仍然是有一些打击来的时候 他可能选择一些非常悲剧的一个方式 收场 所以这个T 这个Trust 可能是要 含开所有其他的营养 所以我们都说了 如果你没有了这个 最后的信靠上帝的时候 就算你有了前面那七个的时候 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人生 对我们的健康 对我们的生活 是真的没有影响 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全人的健康的信息 是要提供出去 是 我们在学校里面 有中国人的地方 我们的学校 都是叫三玉的 是 无论是我们中国 在桥头镇也好 在哪里也好 在香港 在新加坡 在日本 在韩国 都是三玉的 三玉大学 三玉医院 现在将它改了 日本也叫三玉 是 也是三玉 所以三玉的时候 这个百年老校 为什么会用这个名称呢 就是说到全人的健康 全人的健康就是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是对等的三角形 因为在所有的原状里面 如果你圆形的时候 是轮不停的 是 你四方的时候 长方都会跌 但这个对角三角形 是最稳定的 对角三角形 我们就提到 第一个 身体健康 和身体健康 我们每个人 有身体健康 因为有健康 才有一切 我听过一个人说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 不要紧 你可以运回 你失去的名誉 没错 你失去多一点 因为名誉 你失去了的时候 需要时间 再建立 你 但你失去了健康 就失去了一切 是的 你有名誉 有地位 有钱 又如何 对你没用的 好似现在 我有个唐叔 他在台湾很有钱 但现在他健康失去了 钱买不到他的健康 是的 是吧 那只是等日子 是 所以你看一下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知道 健康 是 身体健康是重要 是 但不是一切 是吧 智力的健康 是 你现在看看我们 環目一视的时候 现在很多 小孩叫做 要么就是自闭症 嗯嗯嗯嗯 我上次听到 我一个朋友 在美国的时候 读书式的朋友 这个朋友 就是现在说的 是他的孙 是 他的儿子 就连续生了两个男孩 嗯 原来两个男孩 同一年 在2011年 都是诊断出来 两个都有自闭症 父母都是很尖端的人士 是 都很专业的人士 但他都无可来看 除了这个自闭症 另外一个叫什么 小儿多动症 有没有听过 听过 活躍异 可动症 可动症 是 怎会在世界上 会有那么多这些东西呢 是不 我们刚才所引说的 在这个 自己身体方面 不仅仅在积前 但是智力方面 是 我以前担心什么 在在产房工作的时候 一在出生的时候 那时时候 很多时候ene 妈妈 就是说 子 Bent II 嗯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 子奥幼女 在处生前 已经不知道 因为他出生前 怀孕 的时候 妈妈要做两次的超音波 第一次看不到 第二次多数都看到 就算她看不到的时候 姐姐染染 刚刚好挡住了的时候 父母有时候有些都想知道 他都会染一染血来知道 有些人不想知道 希望给他们一个惊喜 对吧 子女女 但是 迟些的时候就问了 健不健康 但是现在真的很好 现在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健不健康 已经可以验到出来 我在韩国有个朋友就是 他怀孕到五个月的时候 医生已经跟他说 你的小朋友的心脏有问题 你就要决定 下了他人工流产 还是要生他出来 但是生他出来的时候 他会有心脏的问题 所以现在的科技很进步 但是科技进步 你心脏不好 就将他流产 但是自卑症 多动症 对不对 这些是不能验到的 是的 所以 而且出生的时候都看不到 看不到的 对 出生的时候很正常的 但是为什么 大大厦的时候 有些这样的东西出现呢 所以你看看 这个智力方面 我们经常都说 IQ 我没有做研究了 这个100以下的平常人 105已经是尖堆 这些精子 对不对 叫尖堆 精英 精英 对不对 如果你是在80度以下的 差5度 你变成低B 对不对 5度里面 可以从重等的低B 到中等的低B 到叫做 Borderline分界线的低B 所以这个母乳 真的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看 这是最新的研究 最新的研究 看了出来的研究 我很兴奋 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出 小孩出生一定没有鱼 除了身体比较健康之外 因为母乳里面 仍然有妈妈的抗体 继续这样提供 其实上帝很恩代我们 当我们怀孕的时候 妈妈已经将她的抗体 过了给BB 但一般六个月之后就没有了 但如果你没有乳胃养 一直这样没有乳胃养 没有乳胃养的小朋友 少一点病 病痛少一点的时候 大得就快点 每一次BB病一病 抖一抖就减了一点 然后再catch up 再追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 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恩物 所以身体智力 最后属灵 以前没有什么做熟灵的研究 因为我们自己是教会 所以是灵智体 但是现在在20年前左右 三藍市大学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第一个是做这些熟灵影响身体 很简单 因为这20年来 很多人要搭桥手术 因为生活的不动 饮食的不动 又不肯做运动 只喜欢吃 又喜欢吃动物性的饮食 所以变了很多人搭桥 他们做这个研究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们将这些搭桥 或者开手术的人 搭桥一定要开手术 通波仔就不用开 但是做一条手术的病人 他将他的名单 就将他随机 Randomly 这样来 就是这个病人 A要和他祈祷 有人和他祈祷 不是他自己祈祷 别人为他代祷 然后B就抽了出来 就不需要为他祈祷 但是他们一样处理 手术等等一样处理 但是结果出来 这个五年的结果 有这个 祈祷的 人为他祈祷 有被人祈祷 被纪念祈祷 他的病发症 其他那些康复的程度 快很多 病发症少很多 你都觉得很奇怪 人家为你祈祷而已 也不是你自己祈祷 他自己祈祷了 不得了 不得了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灵方面 如何来影响我们的健康 所以我们三玉很好 这个名字 三玉 三角形 很平衡的三角形 灵智体 所以如果我们要过这些健康的时候 首先我们也提到 在节目里已经说到 任何改变的时候 必须要从哪里开始 要从习惯的脑里面开始 思想 思想开始 不要过口 尤其是我不吃烟 不吃烟的时候 就是想 口开始不吃烟 不是 那是我的脑里面开始 我选择不吃烟 这个权力在我身上 不是因为我想吃 而是我选择 在这里 在这里 所以任何的改变 任何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为了你自己的健康 为了你的免疫力 为了你在这个世界上 抗拒这些隐忧 无论是 自体群的隐忧 我们有我们的选择 从这个开始 从这个开始 我们知道生起点有八个原则 生起点的八个原则 落实到自己的身上 去实行 需要用你的脑 去选择 然后实行行动 在生起点生活的方式里面 我们大家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你除了在各方面 营养方面 你做到平衡 有充足的养分 休息 运动之外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要信靠 信靠上帝 其实人 有很多关于灵性上面的领域 是人未知的 还未有科学家可以研究得到的 但是已经是很多 在病人 康复者的身上 他们已经得出一个经验 就是有信靠神 和没有信靠神 不同点是很大的 我们知道 每一个有病的人都好 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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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个 生起点的八大原则里面 其中有一点就是信靠 信靠的时候 你会有希望 同时你信靠的时候 有上帝的力量 是介入到你的生活里面 你的生命里面 我们不知道 观众朋友 对于我们这个 生起点 New Star的八大原则 是不是很熟悉 或者是很想知道 更多这方面的资料 如果你是愿意 继续探索的话 你可以写信给我们 蔡博士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是愿意寄给你的 记得 记下我们的地址 你可以写信来 或者是用电子邮件 和一些联络 都可以的 另外 观众朋友 如果你希望听到一些 哪一方面的健康资讯的话 都可以告诉我们 蔡博士 他会在节目中 不断的和大家分享这些资料的时候 令更多的观众朋友得益 好了 我们希望你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各位朋友 你好 这个时间 又来到我们一起来 煮菜的时间了 今天我要用的食材 是莲藕 莲藕 其实对身体是很有益的 它有很多个名字 有人叫它为莲根 又有人叫它为七孔菜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孔的 莲藕它是比较热量高一点的 是100克里面有74卡的热量的 虽然是热量高一点 但是它营养是很丰富的 比如它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有淀粉 有维生素B1 B2 当然不可以少的就是维生素C 还有它有很好的纤维 有一些矿物质 有磷 钙 铁 鎂 铜 铜 铃 这些比较稀小的矿物质 在这个食物里面都有的 每年到夏天的时候 6月到9月 就是莲藕的盛产期了 另外莲藕对于腸胃 是非常之好的 譬如有些人 腸胃是比较弱一点的 那用莲藕是可以慢慢慢慢 令到他的胃 腸的功能 是更加的 好 强壮 并且是可以舒缓 腸胃的不息 有人就说 多饮粮 莲藕汤 是润肥 凌晨 那特别是家里有一些 读书很辛苦的学生 比如 要考试 或者是工作是很疲劳的 一些 爸爸妈妈的话 多吃莲藕 或者是用莲藕来煲汤 对于解除这种 紧张 或者是精神 比较弱的人 是特别有益的 那买莲藕的时候 我们是买这个 比较粗大一点的 表皮比较光滑 漂亮一点 就是特别好的 其实莲藕是可以摆很长时间的 那我们买回来之后 不是马上吃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报纸包住它 可以摆一几天的 那慢慢 我们要吃的时候 才会洗干净 它才会吃的 那莲藕 还有一样东西好处的 就是吃完之后 令人觉得很容易吸收 很舒服 那我们今天 就是跟大家介绍 是怎样煲莲藕汤的 剂的 是一个素的汤来的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是用莲藕 来煲汤的 今天这个汤是剂的 我知道很多时候 人们用莲藕来煲汤的时候 要放很多肉 或者是一些鸡鸽 我们不用的 今天我们是有冬菇 很好的味道 因为冬菇放下去 味道是强一点的 很香的 另外就是有腰果 其实腰果是可以煲很多汤 用它来做很多代替肉类的食品 另外又有一种很好的食材 就是发菜 其实发菜 现在已经是 很多人是很简单的 就可以买到的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 发菜比较不容易买到 今天我们是用发菜 冬菇 腰果 和莲藕 来煲汤的 现在我先把莲藕切一切 和煲一道汤 放在这里 如果是你买到一些很漂亮的 皮很漂亮很光滑的话 你就可以不去皮也可以 其实在各种食物里面 皮的部分是营养很丰富的 如果是你不喜欢全部的皮都刨了 你留下一些皮也是可以的 不用将它的营养价值全部流失 好了 稍后我会把它切得比较大快一点 把皮放在一边 因为这个腰果 冬菇要煮一会儿才会腍 所以 莲藕我都可以先切得大快一点 哇 这个很硬 这个很硬 所以 大家切的时候都要小心 这里有很多莲藕 我们可以煮一大煲汤 现在我先打开水 首先把冬菇放进去 冬菇已经洗好了 还有把饼子切下去了 我知道有些人为了更加浓微一点 把冬菇的蒸也放进去 一起煲汤 这个也可以的 有很多的法菜 然后把腰果也放进去 将莲藕放进去 我今天买了很多的莲藕 到时这一煲汤又可以吃的材料 又可以饮汤 其实煲汤是很容易很简单的 很多广东人是很善于煲汤的 今天我用莲藕、冬菇、法菜、腰果 一起煲这个剂的汤 过一会儿大约40分钟之后 这个汤就可以吃了 各位朋友 现在看到这里有很多蒸汽 就知道我这煲汤已经煲好了 大家看看里面有冬菇、法菜、莲藕 还有腰果 我先关火 刚才我已经在熟之前放了盐 我现在拔出来 给大家看看这煲汤是多么美味 其实现在的人喝汤也不只是喝汤 很多时候汤渣真的很吸引人 这里有一个很大块冬菇 又有莲藕 希望这煲汤可以给一家人 都带来很多营养丰富的晚餐 就像这煲汤就这样了 再来吃一碗冬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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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